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炒糕用的这个年糕呢是宁波年糕 也就是说一条一条的那个没有味道的白的年糕 我现在呢都把它切了片了 那么这种年糕呢现在已经有在卖 切好了晒干的一包一包的在卖 如果是用干的这个切了片的这个年糕 你就必须要先把它用温水把它泡软了 泡的这样子软了就可以拿来做这个汤糕来用了 今天这个湿井料我都给它已经切好了 那么其中呢有几样东西已经都腌过了 这里呢是肉片用全瘦的瘦肉肉片已经腌过的 那么再下来呢这里呢是虾仁 这个虾仁呢留了尾巴看起来比较漂亮 这个每一个背上呢已经开了一刀 也是用太白粉把它腌过 那么下来就是有一小条这个海参 把它切成这个斜的薄片 这个是已经烫过水也就是除过水的 这里是青钢菜也是烫过水了 笋片这里是一个香菇切了片的 这里呢有一个蒸干 蒸干的干蒸是生的切了花的 干呢因为它有血水所以先把它烫过了 就是这样子是一个湿井料 通常呢我们所谓的湿井 只要是超过了五样材料 你就可以叫它是湿井的 如果是不到五样我们叫它是三鲜的 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些材料呢给它 有的要过油 有的呢就制洁的呢可以放到这个汤里头去 需要一点这个葱花 这个葱花呢是等一下这个洗锅的时候 杀在这个糕里头的一只葱给它切花 这个糕到底是做几碗啊用几条 这个是随便你 因为现在这个糕的这个长度都不一样 那么每一家这个做的这个长度厚薄都不一样 所以呢就很难告诉你说是多少 还有呢就是到底你是把它当着一餐饭来吃 还是是把它当着点心 那么这样子呢它的量也会不一样的 这里呢有一杯的油 用这个一杯的油呢来过来过这个肉片 肉片 肉片的过油的时候的油的温度不要太烫 这个肉片我刚才说了已经是拌过太白粉的啊 拌过太白粉 再下来呢这个虾也给它过油 过油也可以 实际上呢过开水也可以 烫水也没有关系 好再下来这是蒸干 这几样东西是生的 所以呢都要给它过一次油 好了那么就给它全部捞起来 把油呢就倒出来了 好 好那么把油倒出来 然后呢就在这个锅子里头加这个高汤 如果没有高汤你也可以用水 同时呢把这个年糕下锅啊 把年糕下锅来煮 这个年糕下锅以后要煮了 要用这个盐和姜油来调味 姜油不要放的太多 因为我们用的湿井的颜色 材料的颜色很漂亮 这里呢是盐啊 这个盐的多少也是你可以试试看 好了等到它滚了 然后呢这个都煮透了 也都是说这个高够绵了 够这个软了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湿井料呢就都下锅了 因为这个湿井料没有生的都是熟的 这种手法跟这个会的菜是一样的道理啊 好这样子调过味了 这个都给它下了锅一滚就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汤糕的做法 好那么有几个人吃啊 盛几碗 通常呢把糕尽量的往下面盛 然后呢把这个湿井料呢往上面放 这样子就是很好很漂亮的一碗 好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湿井汤糕 可以利用家里剩下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各种材料 再加上这个没有调味的年糕 来做一个咸的汤糕来吃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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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